让静飞世界的狼牙榜的真实武杀到手 这宫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大家好我是静飞 上午皇后骂我敌人 下午我就让这句话团到皇帝耳朵里面 但咱打这个小报告远不是因为狗咬我一口 于是我决定咬狗一口尝尝甜血 更关键的是在后宫 太子被扁太子圣母岳贵妃 还霸占着贵妃之位挡在我的面前 在朝堂上我儿暗子的主婶迟迟没有定下来 这要是落到御王手里岂不是让我心悬 于是我决定借着皇后嘴抽着东风把这两件事情给扮成 皇后进到宫里第一句就问起了皇后当众羞辱我的事迹 听说今天就正阳宫请安 皇后当众羞辱你 来了皇帝问起这个小报告 我们怎么说怎么打才能不抓痕迹的将皇后就地正法 又是谁嚼的舌头 皇后娘娘不过是说话直了些 我这个做妹妹的还真的计较不成 说又是谁嚼的舌头 是说上午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说皇后娘娘不过是说话直了些 是说他确实当着众人的面骂我背贱 最后总结我这个做妹妹的还真的计较不成 是说他虽然当着众人的面骂了我背贱 但我现在脾气好即使是被人欺负了 也不像皇帝您打小报告 我不哭不恼 这叫什么 这叫否定的肯定 否定中肯定 看似没有小报告 却处处是小报告 你不计较 朕来计较吧 很好 咱这个小报告已经打成 接下来就看皇上怎么理解小报告的内容 皇上先说皇后给他提了个行 说废太子已经离经月贵妃还是中妃之手不太行 于是他决定将月贵妃降位为贤妃 他转头打脸我的表情 看我的意思 我要是在你面前表现得欣喜若狂 那岂不是当场就乐极生悲 那面对皇上的审视 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他猫子玩笑着皇帝又多疑 又生怕别人混得比自己好 所以大凡是他有什么大大的赏子落下来 你也就记住一条 你要么你说我不要 要么咱就是来了一个沉默暗的微笑 可今天的事情还没了 今天总共两个小目标 一是让月贵妃降位 还有一个就是把我儿案子的主审人找好 可面对如此多疑的皇帝 就算你找好了案子的主审人 这主审人的名字也不能有你的口发 你要是敢大咧咧的说 皇上我想让慧妃姐姐那不成妻的儿子 主审我儿子的案子 你猜皇上会怎么想 皇上肯定会觉得你这手伸的有点长 你是不是侍从而交 妄议朝政 后光不仁还想干预朝堂 那怎么让贵妃姐姐那不成妻的儿子 主审我儿子案子 我决定要分散步走 第一步找个话题达成共识 说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事 太子被废 月贵妃就一定要降位吗 问这么一个傻白甜的问题 不是想让皇帝给我解释什么叫母凭子贵 而是我让宫女早早就在偏殿后者 只要我说出后宫姐妹要一团和气的话 她就跑出来惹皇后一身是非 只要是姐妹们和气 大家安稳度日就好 娘娘 对就是这个快送过去吧 现在局已经铺好 来到分散步走的第二步 我们只抛出问题 但却不告诉皇帝问题出在哪里 小公园碰来了东西 我就说送过去吧 我不告诉他送给谁 也不跟他说送到哪里 皇上发问说那是什么东西 我就告诉他是输金活血的膏药 是惠妃姐姐天天抄精 手抄痛了要用的膏药 但我不会告诉他惠妃姐姐为什么抄精 是谁让惠妃姐姐抄精 总之就是他不问我们不说 我们说了也只说一半 剩下的话把他吊着 虽然我们此时的目的是 把皇后拉出来狠狠踩两脚 但这个过程中 我们绝对不能主动提起皇后 要让皇上这样一点一点往下留 很快皇上这个大可爱又问了 为何要天天抄精呢 皇上终于问到点子上 我也可以光明正大地提起皇后娘娘的名秽 拉他上场 这样下来就不是我要刻意提起皇后娘娘 是皇上问了 我才不得不告皇后娘娘为难会妃的状 皇后到现在 还一直难为会妃吗 皇上的问题看似人出无害 但不管你是回答是或者不是都会自损八败 那这种问题要怎样回答才能利于不败 就是否定的肯定在否定中肯定 我不说答案 我只说看法 皇上问我皇后有没有为难会妃 我不回答 我只回答 臣妾也觉得很奇怪 慧妃姐姐素来恭敬 为何要被皇后这样对待 就像你问我今天吃了吗 我不跟你说我吃没吃 我就给你讲讲我今天的菜 可我假装不知慧妃与皇后的恩怨 就是想让皇上把过去的事情再回忆一遍 就你没心眼 到底为何 这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当年皇后和慧妃同时怀胎 让皇帝再回忆一遍 慧妃和皇后娘娘的恩怨往事 表面上看起来是我在为慧妃姐姐抱不平 但实际上我想让皇上明白慧妃被皇后打压多年 而且他们之间的往事不是芝麻绿豆的小事 而是狮子之同 当年皇后和慧妃同时怀胎又几乎同时产死 可不巧有年经中突发瘟疫 两个孩子双双得病 可最终皇后的孩子走了 慧妃的孩子留了下来 至此之后皇后总是觉得是慧妃的孩子杀了我的孩子 连皇上自己都说 此时挑明他们几人的关系就是在皇帝心里打个底 慧妃被皇后打压多年 虽然慧妃人为眼睛 她儿子自治平庸 但毕竟急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要是刁难他们多年的皇后 有个案子放在他们手里 那慧妃母子虽然说不敢栽赃陷害 但多年即便也会让他们秉公处理 不会放走任何一个祸害 行至此处已经到了我们推荐主理人第三步 也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在皇帝面前提起慧妃姐姐的儿子景婷 话重点 正经王爷 这句话看起来是说和皇上去劝慧妃和皇后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把慧妃姐姐儿子景婷的简历摆在了皇上桌子上 看他录不录取 景婷 见牙开服多年的正经王爷 高低是个皇子能够审理牵扯皇族家世的案子 而他的母妃慧妃姐姐更是宫中老人年姿不济 可皇上听完了我那一句只回答了个表面问题 严实的那个性子靠去案怎么能行 放心吧 朕有办法 要不你也在想想是不是还有别的事 哦 全境寺的那个案子因为牵扯到皇族家世 朕不想让外面有私审理 这可真是你还记大了反应 我再给你个机会你再想想看 怎么要挑个皇子来接手 但是景妍又身在其中交给他不合适 今天你这么一说 嗯 颤道觉得 景婷和事 虽然是我们引导他说出这个答案 打上后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到美观 我假装诧异的看着皇帝说陛下想让凝王主理玄境思一案 啊天呀是这个答案吗 我真是没想到你怎么能想到这个人呢 真不枉费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让您打上了凝王的如意算盘 皇帝看着我差一的表情十分不幸的 他在我面前一通分析 说什么景婷胆子小 绝不敢无中生有栽赃陷害 但他对于皇后的心结也绝不会大事化小 轻易放过玄境思和玉王 是的没错 这种情况我刚刚就已经和您说的非常清楚明白 此时皇帝还在欢庆 他自己想到了一个主理玄境思案子的人民 而我们呢这时也不便打扰 只要他开心就行 我们只需要功成身对 再道一句陛下圣明 玄境思的案子审结 很快到了三月 三月我期待的不是三月春烈 而是三月春烈 我可以见到固人之子 他如固人 如果门前的南树一样 一直站在我心里面 只是不知 我还能不能见到 那个银袍长枪呼啸往来的少女 哈喽 哈哈我是小章斤斤斤 мол 别看这个下车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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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他感动的刑屈四平哟 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